印度申办奥运会又被拒,印度网友不服,中国能举办,凭啥我们不能都知道现在的奥运会已经成为了一个烫手山芋,因为举办一次奥运会的花费是巨大的,所以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我们中国这种财力和魄力,去举办一次奥运会,因此现在的奥委会面临着尴尬的问题,没有国家申请举办奥运会了, 而且之前申办的许多国家都先后的退出,不过对于印度那都不是事,印度也迎来了飞速的发展,南亚霸主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,但是骄傲的印度人并不满足,他们希望自己的国际地位能够得到认可,虽然前段时间申请常任理事国被全票否决,但是并不能阻止印度走向世界的脚步, 最近印度又打算申办2032年的奥运会的打算,不过刚冒出个想法,奥委会就让印度打住这个想法,因为印度不只是城市落后,体育发展也是非常的落后, 在历史上,印度就只获得过一枚金牌,所有的体育项目对印度好像都没有存在感,加上印度基础设施的稀缺,连厕所都很难找到,而印度曾经也举办过一届2010年的铁棒运动会, 也许是神的旨意,逐场馆人行天桥发生了坍塌,100多名运动员,因为无法忍受肮脏恶劣的环境选择退赛,许多运动员都出现了腹泻等症状, 曾经前去参加的500多名运动员就50个人,因为喝了印度的水患上了肠道疾病, 所以要印度举办奥运会相当于开启了地域难度一样,到时候赶来参加奥运会的国家,不知道有几个,不过此时的印度也纳闷,刚有想法就吃了奥委会的闭门羹, 有印度网友还提出为什么中国能举办我们,不能了相比08年的奥运会,奥委会更希望中国积极的申办,不过我们中国的网友好像对举办奥运会,并不是很感兴趣, 不过印度举办奥运会我们缺空闲的一致支持到底,很多网友表示,想在印度奥运会开幕式上,看到印度标志性的开挂表演,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?